身夜1點多 白色轎車時數破百公里 攔腰衝撞高雄捷運大門口梁柱 兩名乘客當場彈飛 當時柱子後面一到兩公尺 兩名保全正在聊天透透氣 看到轎車飛衝過來 嚇得拔腿就跑 一名保全跑得慢 被飛箭的零件雜重 摔在地上打滾 趕緊爬起來打電話報警 和死神擦肩而過 捷運大門保全驚魂未定 講不出話 消防隊到場發現警衛庭玻璃 被撞破 造成轎車嚴重扭曲變形 駕駛口吐鮮血卡在駕駛座 還有兩名傷患受困車內 消防隊出動破壞器材 把駕駛座A柱和後方B柱剪開 把三名傷患緊急送醫急救 但駕駛跟副駕駛座少年傷重不治 這幾車禍最後造成 兩死一命為兩人輕傷 初步調查車禍地點不是危險路口 中彎路高階公司門前 也有三色號制 調閱附近店家金氏器 車禍前轎車大馬路高速狂飆 沒想到一分鐘後衝撞捷運大門 今天查詢那個系統 然後得知他沒有駕駛 他的車是由減薪的一個男子提供的 死者無遭駕駛 再加上天色昏暗可能是釀貨主因 至於是否酒駕 因為死者血液凝困無法立刻測出 下午法醫已經香驗抽血 最快一天後真相大白 記者王家慶王書宏高雄不倒